你有没有发现贵气的女人桃花都特别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贵气的女人会令异性望而却步 贵气是什么 是一种权贵的象征 是一种母一天下的德行 有驾驭万物的能力 这就是贵气 如果你长得标志 又有一种威严的存在 告诉大家 这就是那种难能可贵的贵气 这种贵气不是与生俱来的 贵气跟你的背景 跟你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 附加千金不一定有贵气 贵气是由内往外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场 一种能量 很多人认为的那种气质 是衣服和外表的搭配 而少了一种气势 这种气势是从女人的眼神 骨子当中散发出来的 一个没有觉醒的女性 长得再漂亮 她都生发不出这种贵气 生发不出这种超强的能量 所以气质跟你的外表 跟你的身材 跟你的穿着搭配 跟你的奢侈品 没有任何关系 肤浅的女人 即便你把她放在皇宫里 她也一样的肤浅 贵气的女人 即便你把她放在最普通的环境当中 她都能显示出自己 与众不同之处 这才叫贵气 没有永恒的身材 没有永恒的外表 只有永恒的贵气 永恒的能量 永恒的气质 以及永恒的